今天中央公布全臺灣的本土確診案例 三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那境外只有四十五例 所以相對於境外 我們現在這個新冠肺炎已經是變成本土的問題 按照我們的這些公衛的這種專家的討論 台北市大概 案例最高我們說洪峰那個PIC 估計在5月16號到5月23號 大概過那個風以後 大概就會再降下去 大概會多少 因為這有各種數學模型 所以有最高跟最低的 所以還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沒辦法講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我們預期再過幾天 台北市的PCR確診人數就不準了 因為慢慢會越來越接近那個 PCR的量能怕會不準 結論是這樣 洪峰估計在5月16號到5月23號這一段時間 會多高 不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你要預測十天後 我很難預測 你要預測兩天後 我比較 兩天三天 因為數學模型會比較 比較精確 問題是我認為再過幾天 我們那個 數字本身該是不準的 因為不準的數字 再去預測 三天後會更不準 所以 其實是這樣 我只知道說在那個範圍 時間都已經知道 多高 我現在不怕跟你回答 如果 有很明顯的症狀 然後又快篩癢 這時候PCR癢的機會就很高 所以這種偽陽性的機會 其實不高 但是如果沒有症狀 你知道 這個拿掉 只有快篩癢 然後來做PCR癢 按照我們的數據上看起來就85% 可是偽陽性蠻高的 只有15% 所以 所以在 如果 如果PCR量能夠 時間夠 來得及 那當然我們就用 用PCR叫goal standard 黃金標準 不過現在是這樣 以台北市為例 你知道 今天做PCR 到明天晚上 之前 可以告訴你結果 只有三分之二 有三分之二 要到後天才出來 那出來以後 要 輸入那個中央的 法傳系統 到中央審核 再下到地方的 衛生局 再回來 我跟你講 現在估計應該 三四天以上 所以這有個麻煩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堅持要PCR癢 才做 才能夠給藥 才能夠什麼 就是說 會延遲很多 會延遲很多 所以這是個困境 你知道 所以是這樣 如果我們把快篩癢 就當作臨床診斷來做 我們會 湊殺15% 15% 也許他真的不是有病 只是說 尾陽性 可是如果我們堅持一定要PCR癢 另外85%的治療 會延遲 所以這是個困境 我不曉得 所以是這樣 書我們都有唸 我們都知道 可是我們在食物上 第一線作戰的人 就知道說 常常是這樣 理論上是對 但是食物上 都不能配合 這是個問題